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然后来自重庆的一个区县 最开始接触志愿者的话是在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才17岁吧 今天要整理各种资料 还得去想一下我们下一个活动怎么去开展 我还得去管理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夫妇的后台 还得去解释 去回答我们志愿者他们的各种问题 要去出差 有其他的活动 就可能要在冲突 很多东西你可能在没有来之前 有很多项目你没有接手 或者说你没有接触过 我得去查阅一些资料 这些东西 我现在在 不是之前做的一个活动吗 那些一级工 加了一个服务时长 然后我们冰激山有一个那个培训会 然后要就是要通知他们 然后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培训 然后他们之前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然后申请了一个出车一工 然后现在要通知他们 然后其他的工作就是比较琐碎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给那种比自己年长的人 然后做那个志愿者培训 之前都是给我的那些学弟学妹们做志愿者培训 所以说我之前是没有紧张的 我今天就生怕自己讲的不好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今天一来 然后一坐在一起那种开场白 然后再加上我们义工 新进义工他们的那种积极 然后他们的那种活跃 然后他们所讲的 他们为什么来到这儿 然后要去做这个义工 他们的那些话就深深的触动了我 就是很多人都有学习系 也有学习都是 随训 在海底带 好的 好的 大学是在四川嘛 然后我还得去四川 然后如果说学校有事情的话 这一次我要赶往学校 可能就要参加一个考试 然后说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之前学的是那个服装设计专业嘛 就是服装设计服装的 大学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那时候梦想就 然后我就不断去学习 因为你是作为我的模特儿 然后后面去穿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个问题 然后他会有一个 插一个纽扣 因为你不是说他在这儿会掉吗 我自己的梦想是在 随着我年龄的就增长 不断改变 因为我在那个做自愿者活动过程中 以及我现在在做那个事情 过程当中 然后突然就想着 我觉得我自己更应该去做一点 有意义的事情 对 因为老师 很不适合 然后跟我们讲发生的事情 你给队员当中讲 讲了之后 然后队员会愿意 出几点钱 比如说出几点钱 出几点之后 我们这家队会有一部分的资金 然后这部分资金 我们就可以拿一点出来 我们之前是这样做的 拿一点出来 我们不要给它现金 就是买点 买点不行 我是2017年 然后加入到大千行义务制造队的 然后一直做了两年 继续做了两年 2018年的时候成立到 志愿者活动队 然后就一直传承到他们这一家区 我是2017年制造队的队长 2018年大千行义务制造队的队长 是有连大千行义务制造队的队长 能连大千行义务制造队的队长 刚刚结束我们的空军坟的一个活动 然后4点钟又开始开了6个小时的 7个小时的车 晚上11点钟才到我们的屋西 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钟 又得去我们的山里面给小朋友上课 看 上底 停车 他去参加节目 他作为一名农村人 他去参加一个节目 你觉得他有没有勇敢 勇敢 是不是 其实还是挺累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累都无所谓 因为可能会被小朋友 或者说在活动过程中 会有一种成就感 价值观是天之迎难而上 为人们救死负伤 当一名优秀的特种兵 倒家为国 活动过程中 我看见我们的一个受助人 或者说得到我们帮助的人 他们的那种笑容 就发自类型的那种笑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成就感 花儿水 一会儿有一堆财为 不怕兼肥 只怕心碎 不乖为 我们这种行为 我们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所做的东西 得到了周边人的认可 他们也积极地加入到我们这么一个 志愿者的一个行业里面来 然后我觉得 至少也说我们就把这种爱给传递下去 我发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惊惑望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我某不分腐蜀的街下 愿者土地里 不分你可告 不分你可告